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主席说要调动党内党外的国内国外的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 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的论述 贯穿在毛主席的所有的论述当中 最后说这两句话 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 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这是毛主席后来在十大关系当中讲的话 那既然要调动党内党外的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 那当然包括拜登啊 一切能不能不包括拜登了 拜的拜登的登包括 佩的佩洛的洛西的西 佩洛西包括 但是就当前的具体情形而言 佩洛西扬言窜访台湾 在82岁他生日即将 政治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自个玩了一个高光时刻 台湾人说他是毕业旅游 那拜登呢 拜登刚刚拽过一个电话来说 喂喂喂喂 喂 我给你重申啊 我我美国啊 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啊 也不会变 我们希望能得很好啊 那拜登根据这个电话的表现来看 那拜登呢 他在佩洛西串访台湾这件事情 拜登就是个积极因素 对吧 比较而言嘛 别忘了 正是拜登向记者透露了 关于佩洛西串访台湾这件事情 美国军方给出了战术评估认为 现在不是个好时机 是军方无叫大楼评估的 那白宫和佩洛西这件事情上能看到什么 看到明显分歧对不对 明显分歧 连特朗普都认为佩洛西现在这么胡来 这是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化解消极因素 调动积极因素 争取对我最有利的结果 当年毛主席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党的领导并列治 而且把统一战线放到第一位 对吧 现在呢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时代不一样了 那现在是2021 2022年了 那这个时候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降低没有 我的看法不一定对 我们退休老头 一个老同志说话不一定对 我看我们统一战线这件事的重要性 没有降低 一点没有降低 如果把武装斗争 这个毛主席预为呢 这个战胜敌人三大法宝之一的武装斗争 改为经济建设或者现代化建设 那么统一战线现代化建设党的建设 依然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 要坚持的法宝 正确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就等于正确的领导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事业 你不能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那就你没有自觉坚持毛主席 一再重申这几条 那怎么说 那就应了隔壁王奶奶 那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毛主席教导的你不听 对吧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这事 咱们得具体呗 统一战线 这事不是上层人物吃吃喝喝 不是大家聚到一块来 精英分子弄个圈子 统一战线 首先是以最广大人民打成一片 用毛主席的话说 就是一个是工人该机 一个是农民该机 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联盟 就是工农联盟 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一个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和全体劳动者 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联盟 这是建设 这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之上的更广泛的联盟 两个联盟 一 工农联盟 二 工农联盟基础之上的一切 不是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 其他的所有的阶级在内的第二个联盟 这是更广泛的联盟 统一战线首先是这两个东西 后来我们党夺取政权之后 在重要的刚领先的文件 比方说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明确了 更加完整的表述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 这就统一战线啊 什么是统一战线 那今天更加简洁的话 大家已经习惯了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什么 以人民之心为心 不忘出心 牢记使命 这就叫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首先是个巨大的通讯员 通讯员 你要是只有这么大个圈 你的朋友圈 那就统一战线 那叫团团伙伙的 就叫统一战线 构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人们为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奋斗 在共同富裕的概念之下 我们团结友爱 坚强如钢 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 这就是毛主席统一战线政策 毛主席统一战线 主张的 在今天的具体的自然的延续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 伟大的历史叙事的过程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识啊 有一种人喜欢把自己 为这位高高的 拿起肝挑一只鸡 挑一块肉 把自己就是那块臭肉把自己挑的很高 摆得高高的 建立在文山惠海基础之上 高谈扩论基础之上 沉浸在各种所谓高端论坛之上的 那种所谓统一战线 如果那玩意也叫统一战线的话 那东西形势感很强 但是 对照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解释 那叫本末倒置 那种还有一种啊 有人对共同富裕 侧默而视 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主张 小平同志 上个世纪80年代认为 就应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我们党 19届六中全会 把这件事情强调到第二个 党的第二个百年 重中之重啊 共同富裕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人对共同富裕侧默而视 然后你一说共同富裕 他就给你加上 几十代人之后 给你加个限制词 你一说共同富裕 他就给你加上一个 共同富裕 然后给你加上一个 共同贫穷警戒词 你一说共同富裕 他就在后边 给你填上一个民粹主义 再给你填上一个极左 给你加了一堆标签 他也不是不说 他也说 他就写到稿子上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念一遍 这种令人匪夷所思 一念了之 这种做法完全背离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 统一战线政策的本意 你这种做法瓦解了统一战线 是你自己这种行为 打破了统一战线 没有共同利益 大家不是这么一个同心员 那怎么就能统一战线呢 昨天晚上老吴小吴 山东的朋友 请我吃的菜 叫卤菜根 卤菜根好啊 吃的好 很地道 很山东 很正宗 很好吃 什么东西都有个根 不光是卤菜有根 什么东西都有个根 共产党有个根吧 共产党的根是什么样 用隔壁王奶奶的话说 就是共产党有俩娘家人呗 共产党有俩娘家人 谁呀 工人农民 对吧 共产党娘家人吧 你得说工人是 共产党娘家人吧 农民是共产党娘家人吧 那过去说 我们说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那今天呢 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 按定义就是 无产阶级先锋队 也是 后来学改党呢 加了句话 还记得吧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大家都在里边 你不能就你朋友圈 那哥几个 你们富裕了 对吧 你们富可敌国了 那怎么能有共同战线 那怎么能有统一战线呢 今天啊 如果不认清这一点 把统一战线变成一个城市化的东西 变成一种精英的联盟 那是很危险的 举个例子 一度 在有的地方 个别干部只注意 与那些大款 大腕 大老 是吧 大地产商 搞啥子 通一战线 忽略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那结果怎么样 结果你就连一个不足千万的城市 六百多万人一个城市都搞不定啊 这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了 哎 说的谁啊 六百多万人一个城市搞不定 你自己想 我在说没那个状态了 我再说没那个状态了 对不对 没有党的正确的路线 没有党的正确的政策 统一战线搞不好的 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之下 但是说在党的领导之下 不是说来了几个背着手的干部 那就叫党的正确领导了 党的领导要靠正路线正确吃饭 这毛主席的话 要靠政策正确吃饭 你摆出一副一脸正色 掏出个稿子 念他一念 一扬顿措 那不一定是党的正确领导 你不正视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你不正视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老百姓嗷嗷逮捕 老百姓反应强烈 你假装没看见 维持一个表面上的歌舞升平 表面的平衡 你这是党的正确领导吗 你这是过去糊弄老讲的国民党的做法 我们是共产党 贼一套 是削不得的 统一战线建立在千千万万 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基础 这上的毛主席强调 你如果先锋模范作用 你共产党先锋模范作用丧失了 你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 没有了 那你的道德优势 你还有吗 你还在道德优势 你还在那个位置上吗 你那个道德优势叫别人站了 是吧 这时候你说的每句话 就算你说的话是正确的 你念的稿是正确的 你说的话是正确的 那也是正确的废话 为什么 你先锋模范作用没了 那你就很难靠我们的纲领 路线正在来感动人 激励人 人家不感动 人家看见你 要出你的脊梁 我有个大学 我当过三天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今年新城录取通知书 上面显眼的位置 眷刻了一段毛主席的话 我专门讲过 我表扬表扬这个大学 这段里面 关于如何发挥共产党的先锋 模范作用 讲的非常具体 毛主席的这段话 没有随着岁月的流淌 而丧失其真理性 没有丧失生动性 没有丧失广泛的适应性 毛主席说 要造就一大批人 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 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 忠诚的积极的与政治的 这些人不谋私利 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 这些人不怕牺牲 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 勇敢向前的这些人 不是狂妄分子 也不是风投主义者 而是脚踏实地 富于实际精神的人 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 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想想我们的共产党 想想毛主席 想想毛主席说的这段话 你有没有一种激动的感觉 统一战线这件事到底讲的是什么 当然统一战线 我们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 人家跟我们同盟吗 是吧 但毛主席可是同时强调 要在政治上教育和提高同盟者 没有这条路 我们党就丧失了主导性 就从道义制高点上跌落下来了 你仅仅靠利益 怎么能够靠得住啊 九肉朋友靠得住吗 没有道义 没有政治上的主导性 仅仅靠利益 那怎么靠得住啊 这个问题不过今天我不展开了 时间也到了 在今天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一百周年的时候 我选了几张历史感很强的 毛主席的老照片 都是黑白的 你看这照片 历史风云扑面而来 和今天相比 我们党那时候多弱小啊 敌人是多么强大呀 但是我们就靠着 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 三大法宝 打倒了 战胜了 国内外的敌人 把鸡贫鸡弱的沉沦至敌骨的中华民族振兴起来 现在又来到了2022年重要的历史关头 今天秋天就开大会了 前段时间有人的七七八八有些议论 最近议论少了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没希望了 嘿嘿 中国共产党兴旺的动力 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更好的坚持 包括统一战线政策在内的三大法宝 我们共产党的事业一定更加兴旺发达 明天就建军节了 中国的解放军建局95周年 在论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 毛主席是把武装斗争摆到第二倍的 武装斗争 今天我们把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这里面自然包括了武装斗争在内 对吧 国防建设嘛 国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部分 毛主席也讲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在这 我向所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向这些退伍军人 向那些向所有为军队国防建设事业 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 老同志新同志志以冲高的敬意 向在南海在东海 现在正在严阵以待的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陆决海军空间火箭军的官兵们 行注目礼 你们现在责任非常重大 我说这些话 那当然是我们一个退休老头 政策水平也不高 理论水平也不高 我们说的一些自己的心理话 但是总是有些遵循的 这些遵循就是毛主席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些论述 毛主席说过 这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一大法宝 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 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之下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 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毛主席说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 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正确的理解 这三个问题 及其相互关系 就等于正确的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毛主席又说 包括建立两个联盟在内的 占全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一个是工人阶级 同农民阶级 广大知识分子 及其劳动者的联盟 及工农联盟 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一个是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和全体劳动者 同一切可以联合的 非劳动者的联盟 这是建立下工农联盟基础之上的 更广泛的联盟 关于统一战线 毛主席给了治的规定性 第三呢 毛主席说 必须坚持党队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要坚持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第一 要靠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 第二 要靠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呢 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 并在政治上教育提高同盟者 二者 缺一不可 毛主席又说 区分中国资产阶级 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两个不同 同官僚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采取又联合又斗争 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对民族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进行联合 对其消极的一面进行批评 采取批评团结教育的政策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并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统一战线工作 逐步实行和平赎买 有偿的逐步的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同时通过说服教育把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并对其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政治安排 毛主席说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基本策略原则 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有联合 有批评 对于各种不同的同盟者 有各种不同性质的联合 有各种不同的批评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要坚持批评 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经过批评或者斗争 使矛盾得到解决 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毛主席又讲到 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 必须坚持自己的纲领 坚持自己的路线和战略目标 率领同盟者前进并取得胜利 同时要照顾同盟的利益和要求 在有的情况下 要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这种妥协和让步是为了实现 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非其他 再说一段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说实行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 对共产党采取合作 而不是敌对的态度 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 党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 相互监督的放针 大家回忆一下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 这些纲领原则 我以前我有个说法 毛主席的理论 是我们党的理论的原理论 原呢 人民币那个原 根理论 后来的那些理论 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的 而且作为原理论 根理论 直到今天 它的原理是不能违背的统一战线政策 就是毛主席的根理论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所以我们很多人喜欢一些新鲜的说法 新鲜的说法 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方针 那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根本的原理是不能违背的 比方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 要包括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这一个原则就不能违背 如果违背了 不仅没有什么统一战线了 而且我们党的宗旨也变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 感谢各位 再见